水浒传第104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兵九强人 王庆怎可能是个显得住的人呢 在定山堡种地 他早就厌烦了 所以当王庆听说 有个段家兄弟 在附近搭了个戏台 请来城里明觉唱戏 抬腿就往外走 其实唱戏那都是噱头 真正的是办大型的露天赌场 只见戏台下三四十张桌子 每张桌子都给围得水泄不通 王庆在开封早练就了一手好赌计 他仔细一看 这里主要赌两样 制骰子 颠钱 这骰子好说 就是偏谁制出来的点数大 颠钱就是把铜钱丢在硬地上 看颠出的字和背 一定输赢 王庆一边看一边往里走 就见一个彪形大汉 单靠着一张桌子 估计这是个高手啊 王庆惯得逞能好胜 他兜里正好有一定饭权给的银子 拿来做赌本 王庆刚一接近 另外走出个长相差不多的汉色 将王庆手里的银子换成铜钱 用来赌博 王庆赌博技术非常不错 没过一会儿啊 就赢了两关 那大汉急了 想要翻本 却被王庆逮住机会 又赢了三关 王庆原本的那钉银子是合两关钱 那现在王庆总共是迎来了五关 一倍多的盈利啊 王庆是细笑颜开 王庆开心 那大汉就不干了 大汉一声 哼 只怕这银子是裁出炉的 热得烫你手 说完提起双拳照着王庆打开 王庆侧身一闪 使了个摔跤法 那大汉就扑托跌倒在地 此时就见人从中 闪出了一个女子 大喝 不得无礼 有我在此 只见一个面露杀气 放大腰圆的女子走了出来 王庆竟然是个女人出头 便有心稀耍 抱着女子两个膀子 成了个相扑的架势 男女相扑 可是比赌博更有意思啊 马上王庆和女子周围 聚起了无数的吃瓜群众 只见那女子一个黑虎掏心 朝王庆打来 王庆侧身 顺势扭住女子 只一跤 女子就被颠翻在地 眼看着女子下不来台 王庆连忙上前扶起 说 别脏了衣服 你也别怪我冲撞 是你自己找的麻烦呀 女子反而没有什么怨恨之色 眼神里充满了赞赏 嘖嘖地说 好拳脚 好拳脚 这个时候 饭泉从人群中冒了出来 经过饭泉的介绍 原来呀 这两名大汉和一个女子 分别是段二段五和段三娘 这段家人 作为是刁蛮 惯做些赌博吃酒 打架之事 别人都给他家起绰号叫做大虫窝 大虫窝 那王庆就是只到处惹祸的大虫啊 看来他是找到自己的窝了 果然没过几天 王庆这边就来了一个提亲的人 要说这个提亲人不是别人 竟然是开封城给王庆算过命的礼柱 这家伙也是天下漫游 如今是在大虫窝里讨营生 李柱这个人啊 除了算卦之外 他的剑术也非常高超 仍称金剑先生 如今呢 他是为段三娘来找王庆提亲来的 对于范泉来说 这个倒霉表弟真是个惹祸惊 一眼没看住就招惹上了段家 若他不允着头亲事 那段家一定会打上门来 哎 也罢 答应算了 自古媒婆赚两头 女家男家通吃 这婚事成了 李柱算是得了两家的好处 其实李柱两下说和自然很重要 那更加重要的 还是呢 段三娘自己的意思 这位大姐呀 早就看上了王庆 而且她在段家 可以说是说一不二 两个兄弟都不敢惹她 这婚事就由她自己说了算了 就这样吧 王庆鬼使神差 在房中取到了她人生中 第二任老婆 段三娘 新婚这日 王庆就面临着更加危机的情况 只见新婚之夜还没过去 段二急冲冲闯了进来 对着段三娘就说 三娘 咱家里可是招了个火胎呀 原来之前在拱家村 那个被王庆打翻在地的黄达 为了报仇 大听到了王庆的踪迹 如今告到了房州府隐处 眼见着就要来抓人了 段三娘和王庆结婚 这是最同包庇 全家都得进去呀 众人听完 跌脚垂胸 好似掀了鸡窝一般 就在此时 金检先生李柱走了出来 各位 事已至此 三十六册 走为上册 至这里西区二十礼拜 有座房山 房山债主料理 与我颇为相识 事不宜迟 咱们都到那里入伙 帮彼得大祸呀 段家的人 可不是什么老实人 对于落草入伙 接受度比较高 当下听李柱一说 大家就打定主意 望着房山而去 房庆这样 也算是被逼上了 落草的路 不过呀 像落草房山 也遇到了一些 小小的麻烦 房山债主料理 见王庆的人来势汹汹 不愿意收留他 王庆怒从心头起 提到来战料理 那这场恶斗 结果如何呢 咱们下回 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